他就很想走 事已不然 事已不住 就不住在这里 不坐安住 心不能安住 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话 但没有制止 为什么呢 佛知道这些人的过去 现在未来 他想 他的姻缘还是没有成熟 耳时佛告舍利佛 我今此中 没有枝叶 纯有真实 请看幻灯片 我用不同颜色 他说 现在这些五千人走了 也很好 我所有语会大宗当中 是没有枝叶的 都是最好最好的 什么呢 树干 纯有最真实真实的树干 舍利佛 如是真上慢的人 退的也很好吧 退一家一 如今善听 我当未如宣说 所以要好好去想这一段 所以刚才讲 那假如 我们听闻到 这个佛法会产生障碍 或不欢喜跟毁谤 答案就是上面讲 第一个 过去造的罪业很深重 所以第一个 要忏悔 忏悔法门有非常多 新加坡联友都喜欢 拜八十波佛忏悔文 大悲忏 这些很好的忏法 是很好的 继续做 第二个 深重 深重表示你的业 不是拜一次 两次就可以解决的 要多生多绝的修持 因为我们的业 是多生多结的 第三个 这一世里面 要谦卑一点 要恭敬一点 不要有傲慢心 在家出家都是如此 对于你不了解的佛法 不要乱批评 佛法浩瀚如海 第四个 未得未得 听好 你没有特别的感应 不要去炫耀 我今天也会见了几个客人 连友 有些是很有善根 但是注意听 昨天讲 所有的东西 都是由心显现的 纵使你梦中 定中 看到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 都好 那都是心的经验而已 你不要认为 你已经证了 出地欢喜地 没那么快的 没那么容易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我骄傲 不是师父骄傲 是证了出地欢喜地的话 不会像你这样子 粗糙跟不清净的 身口意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见过真正 证悟到出地欢喜地的圣人 就在人间的修行人 他定中可以震动 一百个世界 见伴一百尊佛 跟《华言经》 《实地经论》 讲的一模一样 他有那种功德力 所以注意听 很多人现在都说 我是佛菩萨在来 或是阿罗汉在来 其实很多是妄语 叫为德为德 为正为正 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果报是不好 不但将来会有 三恶道的果报 同样的你会障碍自己 像堵的一挡门一样 挡住你 爬更高的大楼 你没办法听到 更甚深的佛法 接下来再看 四十三页 心二 受止 设立佛言 很欢喜的最后佛 终于大慈大悲地答应了 为然世尊 愿要欲闻 再看下面四十四页 心三正说分二 分二有分两个 一个赞叹 仁一 四佛章 四佛章注意听是指 总说 generous speaking 讲over Buddha 接下来讲过去佛 现在佛 跟未来佛 跟未来佛 我再讲一遍 general speaking over Buddha 再来过去佛 现在佛 跟未来佛 这四个加起来 叫四佛章 不要呢 看到这一段 哎呀 我终于找到四面佛的根据了 四面是天神 他根本不是佛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 这么多人喜欢拜 还分呢 东南西北 健康财富 婚姻事业 四个都要共哦 这样才圆满哦 这是欧弥陀佛 所以这里的四佛章 不是这个意思 讲我过去 现在未来的诸佛 他的全巧方便 跟实质 接下来 仁二的地方 他会讲 释迦摩尼佛的智慧 请看四十七页 第十六行 仁二 释迦章 广上释迦全实 特别赞叹释迦摩尼佛 在五卓二世 为众生讲妙法连华经 在四十七页十六行 是赞叹释迦摩尼佛 现在先翻回来 四十四页 请看 鬼一 总明诸佛 分四 几一 探法西有 佛告诉舍利佛说 如是圣生为妙的 妙法连华经 诸佛如来 出现的时候 一声只说一次 像悠坦菠萝花 忧坦菠萝花 就是 映花一现 各位有看过中国的 映花吗 映花是这样 一天晚上的时候 开 然后明天太阳来了 它就卸掉了 那当然从中药的角度来讲 映花是很 可以降火气 补清凉 反正什么都能补 可以把它剪下来 跟冰糖煮的 所以叫 映花一现 中国也有 印度也有 映花 叫做 幽映花 就是一个晚上 花开以后 它就卸了 表示很稀有 子二 说无虚妄 舍利佛 如等当 完全相信 释迦牟尼佛 跟一切诸佛 所说的 绝对 言不虚妄 佛是绝对 不会打妄语的 所以他成佛的时候 讲的话也就都如实说 子三 开方便 分三 丑一 开 丑二 解释 丑三 总结 舍利佛 诸佛 随一说法 它的意趣是很难用凡夫的心了解的 为什么呢 虽然我 释迦牟尼佛 过去用无数的种种的善巧方便 种种的因缘 种种的辟语 种种的故事 各种的言辞 言说 无量无边的诸佛 佛法 但是都没有比啊 我今天要讲的法 丑三 总结 释法 是超过于你的思量 你的分别所能理解 只有佛跟佛 才知道它的境界 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 他苦口婆心这么说 当佛后面讲完了以后 就会有多宝佛塔出现 佛用神通力呢 便放十方无量佛国土 甚至呢 其他的佛菩萨来的时候 很多圣弟子啊 是坐在地板上 他看不到 他说佛啊 请你加持我 让我升到虚空吧 佛一用神通 他就升到虚空 坐在大宝莲花 所以那些与会大众的弟子 看到法华会上 佛展现的智慧 悲心 愿力 跟无量的神通啊 他才相信 佛讲妙法莲花经 所以可见 真正听妙法莲花经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所以他说 这个法啊 是唯佛与佛 才能就近的 所以佛呢 就苦口婆心的这么说 接下来 几四 看四十四页二十行 四真实分五个 丑一 标圣人法 这是他重复一次 在科判里面呢 他重复一次 是法非思量 分别之所能解 唯有诸佛 乃能知之 丑二标出事意 所以者和呢 注意听 今天讲第二个 最大最大的重点 我每天都讲很多重点 昨天讲的重点是讲 实如是 世俗地 圣意地 跟超越世俗与圣意 对不对 今天讲的是 佛以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世 而且佛有开事误入 佛知佛见 今天的重点 专一听下面这一段 这一段讲完了以后 我才会讲净土法门 请看 所以者和 释迦牟尼佛 过去现在诸佛 为什么要到人间度众生 有一大事因缘 故出现于世 这一大事因缘 简单的讲 有很多城市 注意听 第一 最低的城市 是解除你的 生老病死的痛苦 你可以自己写 就说佛来人间 其他的宗教也在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诞生 当时也有印度教 佛罗门教 也有席克教 也有古老的回教 他们其他的宗教都很多 也都有修行啊 也都有拜拜啊 也有禅修啊 对不对 你看啊 回教人也拿念珠啊 念阿拉阿拉 对不对 他们也修行啊 佛罗门教也念啊 西瓦西瓦西瓦 他们也广修供养 也有火供啊 所以 可是这些东西啊 都不能够破 我执 所以佛 为什么要讲 波尔波罗密 佛49年 有22年 讲摩哥波尔波罗密 佛出到这个世间呢 他一定讲 其他宗教不能解决的问题 不然佛就不用讲啊 佛也不用来这个说佛世界 了解吗 就好像举个例子 大学里 举新加坡 国立大学 假如这个学校里面 全部都是英文老师 都是数学老师 那我问你 在国外的英文老师 跟数学老师 就根本不用来 为什么 你们已经很多数学老师 跟音乐老师嘛 我们会请一个 好的老师来 一定是呢 international的 professional的 very top的 就是最国际的 专业的 而且最权威的 才请他来嘛 这方面新加坡政府 我非常的赞叹 真的我赞叹 同样的用这个比喻 佛出现这个事件 要解决 是其他人不能解决的 第一个 解决你生老病死的痛苦 这是对第一层的人间道的 第二个 六道轮回 出六道轮回 成为圣者 其他的宗教 最高有 非想非非想出天 记不记得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他也参访过 外道先人 对不对 佛陀也都学过 可是佛陀知道 这些都不能断反倒 所以第二类 佛的一大式因缘 讲什么 真正的出六道轮回 这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重要事 所以佛开 声文跟元解法 正阿罗汉果 第三章 一大式因缘 是讲菩萨道 其他的宗教 都是像基督教 对不起 我不是批评 我只是分析教义 其实我有很多基督教好朋友 他们最多只有三度空间 人间 要么升天堂 要么就下地狱 他们没有第四度空间的 知道吗 有很多东西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也挑战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东西 还是不太合乎现代逻辑的 我只能这样说 比如说人从上帝创造的 那我们又回到上帝 那请问呢 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很多人 受苦了 可是佛就不是讲 苦不是上帝创造 苦是你自己造的 苦即灭道 佛讲因缘果报 这是佛 为什么要来出现时间 所以第三层是讲佛 菩萨道 菩萨道是说 你深深是有菩提心 无量无边的众生 注意听 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饱含 外道一切的众生 都有佛性 你也应该度它 这是一大事因缘 最后第五个 佛讲 成佛之道 一生当中 怎么最快速最快速的成佛 就像坐电梯一样 不用爬楼梯 那么久那么久 可是注意听 佛在讲天人道 身文原觉道 跟菩萨道的时候 都说要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无量阿僧奇节 可是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告诉你 真正成佛的时候 当下就成佛了 因为成佛的时候 没有过去 现在跟未来 讲三大阿僧奇节 跟无量阿僧奇节 也是方便说 为什么呢 就像你现在 假如你现在开始发心 修修修修 修到极乐世界 正到不退转 到驾持航 广度众生 有一天 在某个世界 视线成佛的时候 你看过去的东西 就像看录影带一样 注意听 现在这个录影带 有没有 在一秒钟 一按的时候 跑很快 对不对 你本来是两个小时的电影 对不对 一按的时候 跑很快 对不对 五分钟就按完了 可见时间跟空间 是虚妄的 所以真正成佛的时候 也没有三大阿僧奇节 也没有无量阿僧奇节 为什么呢 时间跟空间 是昨天的讲 世俗地讲的是世俗地 圣一地里面 没有相对的概念 所以也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金刚经才讲 如来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顾名为如来 所以金刚经是很深的 了解吗 所以一大师因缘 简单地讲 怎么样帮你成佛 成佛 成佛之道 一生成佛的法门 接下来看丑三 从事设立佛 云和明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缘故 出事于世间呢 这是问号 接下来再看下面 四十五页 十二行丑事 正事分事 迎一明吉诸佛世尊 好 请看幻灯片 看幻灯片会比较清楚 因为我有分开来 请看 诸佛世尊 号码一二三四四五加上 一 预令一切的众生 开佛之鉴 开是指打开 让你的使得清净故 出现于世间 把清净故画起来 清净画起来 六度波罗蜜 浓缩成一度波罗蜜 叫做清净波罗蜜 所以学佛 第一个要修清净心 任何一个法门 都要修清净心 你用不清净心是不可能成佛的 当然净土也是以清净心为因 往生才叫做净佛国土 所以你要真正了解佛的境界 先要从清净心开始修 清净心假如在讲的白一点的话 叫什么呢 非常非常的虔诚恭敬 但是不执着 这个才叫清净心 很多的莲友 很虔诚 很恭敬 但是非常固执 非常执着 那你还是没有清净心 清净心 才能够了解到 佛讲的开佛之鉴 所以佛出现于世间 是指着我们这间 这个地球 或是南瞻步周 或是指阎福提世间 都可以 第二个请看 欲试众生佛之之鉴固出现于世 请看幻灯片 开试误入的试 事实上它是把字放在前面 试是什么 展示给众生看 开是打开 让你知道 试是展示它的细节 让你了解 告诉你佛的之鉴是有 六度发菩提心 六度波罗蜜 三十七道品 十地 然后一地二地三地 最后才成佛 这个叫做展示它的细节 是佛之鉴 第三个 预令众生 悟佛之鉴固 接下来要去体悟 所以要修持 你没有修 你是不可能开悟的 最后第四个 带领一切的进身 进入这个成佛之道 所以它叫入佛之鉴道固 特别把那个道画起来 因为我们一般讲 开示误入佛之佛鉴 其实少讲了一个道字 就是说 开示误入 本身这个 就是一个很清楚的 成佛的道次第 所以加一个道字 出现于世间 舍利佛 施为诸佛 以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 这是讲它的礼仪 请看英文 修音的 systematically theory 这是英文我翻的 就是它是很有次第的 开示误入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systematically 是很有系统的 它是不能用跳的 你不了解佛之佛鉴的话 你是没办法修佛之佛鉴的 所以它叫开示误入 它是有次第的 所以大乘佛萨道 也是有次第的 就像我前几天讲 华元经讲的次第是讲什么 性解行证 金刚证讲什么 见修行果 今天法华经把它背起来 开示误入 这个就是它四个字第 这个要看注解你才会知道 还有科判你才会知道 接下来再看下面 好 请看万灯片补充 Full steps of your practice 上次我讲的 我全部把它打开来 或许你可以抄 第一个 我告诉你说 学佛的时候 只是在知识与概念 concept or knowledge 假如配这一段 开示误入的话 这一段呢 是属于开佛之鉴 以金刚经来讲 叫做文字般若 般若虽然不利文字 直指人心 动物成佛 可是你会发现 释迦牟尼佛 49年 花了22年 讲最多的般若经 虽然禅宗说 不要执着文字 可是中国大藏经里面 著书里面最多的是什么 禅宗语录 跟禅宗公案 可见文字啊 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注意听 想要成佛 要按照文字修 但是也不可以执着文字 看这里 你要按照文字 道次第修 但也不可以执着文字 你说我不要文字 那你就变狂妄 变断灭 你也不知道怎么修行 你说我要执着文字 走一步 抓一步 走一抓一步 你也很难成佛 所以 你要运用文字 而不执着文字 这个才叫正确的理解 这个才叫做 中观 中道的理解 好 第二个 是佛之见 是属于文字般若 就是呢 展示这些修行的次第给你 属于这个心灵的经验层次 第三 悟佛之见 是属于观照般若 因为它升起了正念与觉知 你才会有体悟 这里的悟是指awareness 最后正悟的时候 是指entrance 进入到 the path of the enlightenment 进入到佛的之见 这个成佛之道 这是属于金刚经的十项般若 就是开悟或觉悟 这个是我个人的补充 想供养大家 开示悟入佛之佛见 也可以用金刚经的三种 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 跟十项般若来解释 所以当你念心经 你每天都在念 每个人念 那个是文字般若 可是念完以后 要静坐一下 叫观照般若 最后 你从观照升起的力量的时候 正入了十项 这个才叫十项般若 这一段很重要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银二 四十五页第十七行 名人 修 in the qualified people 这里的人是指要qualified的 佛告舍利佛 诸佛如来 但教化菩萨 事实上 佛是教菩萨道的 声闻跟圆觉是它的方便说 银三明行 修 in the effective practice 这个行是指修持practice 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 请看经文 诸有所作常为一世 我以佛之之见事物众生 就是说用真正的正确的佛之佛见 去帮助众生 这里的帮助众生 不单单只是说 我劝他来皈依啊 我来吃出树啊 做做义工 这个还是最粗的 这里讲的成佛 是要告诉他佛之佛见 这样子的话 他才能快速成佛 接下来 银四明教 修 in the practical doctrine 教法 舍利佛如来 但以一佛成故 为众生说法 事实上老实跟你说 没有其他的称 无二亦无三 若二若三 都是方便说 丑五总结 舍利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法义如是 好 讲到这里是一段 简单的说 开示误入是他的修行次第 而佛讲了五成共法 三成共法 其实都是方便说 因为众生的福德因缘不够 所以只好这么说 好 我终于讲完一个段落 接下来请看七十七页 讲念佛 我每天都会讲一点点 然后呢 你要回去修一点点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利益 请看七十七页 各位都有讲义 好 昨天问你 什么东西放不下 在这首歌里面就有回答 请各位先保持安静 听一下歌曲 听两遍 第一遍 这是台湾一个联友唱的 在2004年 我讲净行品的时候 曾经放过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详细解释 可是今天我会以这个 告诉你要怎么念佛 所以请专心听 不要讲话 不懂 不要讲话 听佛法 请不要讲话 那听两遍 第一遍 它是用唱的 好 是人都自念 早晚年佛好 只是名利忘不了 早晚年佛已住相 佛在眼前见不了 不是弥陀不慈悲 不是观音没听到 万般烦恼放不下 人在西方不知晓 不知晓 世人都知念佛好 只是耳孙忘不了 捉牛捉马枪欢笑 成魂定心笑自少 手中佛珠不停转 后年佛好心乱想 万般情愿放不下 人在西方心在家 心在家 寂寞 寂寞 詞曲 wings occurs 知识功德忘不了 潮山拜佛求菩萨 日日忙碌走道场 不知自信即是佛 求佛即是求自己 只问当年两五的 一生功德有多少 有多少 听第二遍的时候 请大家大声唱 不用怕 你就是忘不了名利 忘不了子孙 也忘不了功德 所以还在这里 请唱 好 再为他报第二遍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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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好 只是名利忘不了 早晚年佛已诸相 佛在眼前见不了 不是弥陀不慈悲 不是观音没听到 万般烦恼放不下 人在西方不知晓 不知晓 世人都知念佛好 世人都知念佛好 成昏定心笑自少 手中佛珠不停转 后年佛好情乱象 万般情愿放不下 人在西方心在佳 心在佳 心在佛好 好 知识功德忘不了 潮山拜佛求菩萨 日日忙碌走道场 不知此心即是佛 求佛即是求此极 只问当年两五的 一生功德有多少 有多少 好 谢谢大家唱得非常好 各位的声音非常的庄严 好 现在看讲义 这首歌非常的好 念佛是很出胜的法门 可是这是台湾一位凡夫的佛教徒 他修缠的 非常有智慧 也是吉他的歌手 全岛有弘法的演唱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的多歌 很棒 很有智慧 那我会介绍这个原因是 因为他的确一针见血 讲到为什么我们放不下 请看 第一 七十七页 世人 其实只要是华人的弟子 都知道会念阿弥陀佛 都知道念佛很好 可是呢 现在第一个先要问 你虽然嘴巴念佛 但是念佛的佛教徒 不要去躲 你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我念了这么多的佛 念了这么久的佛 为什么烦恼还这么多 答案是你忘不了 放不下 他有方法的 要知道原因 所以第一个是明立心 他说 早晚呢 我们都会念佛烧一炷香 其实佛就在你面前啊 你永远看不到 这里的佛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法身佛 一个报身佛 还有化身佛 化身是我们现在供的佛像 我们看到这是佛 可是你有想想看 你每天早上在点香 供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真的把他当阿弥陀佛吗 你真的把他当阿弥陀佛 就站在你面前吗 这个不太容易 你只想 哎呀反正我点香嘛 那是木头做的 其实你没有把佛 真正当着佛就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对佛的这个虔诚恭敬啊 是起起伏伏的 第二个 讲佛报身 我们是见不到 只有菩萨 八万四千首随行好 法身是无相的 当然也不是用你的眼睛看得到的 可是呢 我们虽然念佛 佛呢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却看不到 他下面讲 不是阿弥陀佛不慈悲 不是阿弥陀佛 你没有听到 你每天都在念经 世世念 观音菩萨 保佑我健康平安 大赚钱 大赚钱啊 每天都念很长啊 对不对 问题是呢 我想想你的心愿行解 像不像佛 请写下来 心愿行解 你的存心 你的愿力 你的行为 你的见解 像不像阿弥陀佛 可是啊 你只是石头鸭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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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心愿行解 你的存心 你的愿力 你的行为 你的见解 像不像佛 所以这次讲法华经 为什么讲佛之佛见 就是告诉你 有很多你的想法 其实是错的 所以你虽然很想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是啊 你只是石头鸭草而已 草没有继续长 当石头拿掉的时候 烦恼还是起来了 不是念佛没有效 而是你的方法不太正确 你念了 可是没有效果 所以答案是 人在西方不知晓 你心呢 很想去西方 可是啊 你还是名利忘不了 表示你执着的根没断 接下来再看 世人都知念佛好 接下来呢 最多的 而孙望不了 尤其是在家居士 多子多孙 多福气 有福就有气 出家也是 多子多孙 多子多孙 多徒弟 越快往生 不知道往生哪一道 所以答案是 你对眷属的留恋 跟执着 为了子孙 每个人做了多少的 做牛做马 强颜欢笑 对不对 要工作 要吃饭 还买房子 准备嫁妆 还要礼物 还要出国 哎呀 永远做不完的 孙子从一个操心到两个 两个到操心到三个 操到白头发的时候 你还在操心啊 成婚定醒 孝子少 就说真正的孝子 早晚来问安 叫成婚定醒 现在呢 我跟你讲 小孩子你要说 哎呀 孙子啊 你不要出去啊 妈妈今天煮好饭 给你吃啊 Sorry I'm busy Enjoy by yourself 就出去了 意思是说 我讲英文分的 就是你现在苦口婆心 煮饭菜 给你的儿子女儿吃啊 或孙子吃 他说对不起 妈妈呀 或阿婆啊 你自己吃吧 我很忙了 就出去了 对不对 请问你靠谁呢 老师告诉你 学了佛法 谁都靠不住 靠自己 成佛也是要靠自己的 一般念佛的人呢 手中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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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佛珠不停转 对不对 口念佛号 心乱想啊 这就是大家的问题啊 所以待会会教你 怎么不要乱乱想 有方法 有方法 就是为什么你 喊破喉咙都枉然 你是心 嘴巴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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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个蚊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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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超度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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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碰过我很多的朋友 非佛教徒 我叫他念阿弥陀佛 哎呦 怎么能念啊 阿弥陀佛就要死了咧 我真是 咴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哀弥陀佛 Egg 弥陀佛 真是众身难度 为什么呢 好 现在回来 你不但心乱想 最重要 你念佛 没有斩断你的烦恼的根 笑归笑 不過注意听 今天讲得很重要 我不会讲第二遍 万般情缘放不下 你很多 这里的情不单止男女的情 亲人的牵挂 朋友的执着 一切众身的流量 所以有一个联友问我说 师父请问这个法华经里面讲 为什么不可以亲近养狗养猫的人 答案是站在生文律 严格说出家中是不可以养动物的 出了家就叫你短情职 你说我全部都出家了 我有非常的这个baby 一只狗 将来狗就变你太太 真的 叫你不要养宠物 不是不慈悲 站生文律是不可以养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不要变 你去看出家 可是以菩萨界来讲 除非这只狗已经死掉了 快要死掉 没人救了 你可以救它 但是你可以送到动物园去 不要放在寺庙 严格说 但对不起 我讲这句话 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但真正的是这样 除非菩萨律仪 你神通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 这只狗过去是你妈妈 那你养 你可以 像尊贵的大宝法王 他就很喜欢狗 我可以告诉你 有人问他 法王你为什么养狗 他说这些都是我过去 堕落破戒的土地 我把他救回来 那是他的大悲心 不要以特例来说明一切 所以你的情职放不下 是你临终最大最大的障碍 一般人放不下什么呢 老公 老婆 就算老公老婆被你先走了 放不下呢 儿子 女儿 孙子 还有孙女 这就是你放不下的地方 接下来 因为口念佛号心乱想 万般情缘放不下 你心很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口口声声想我要求生极乐净土 其实你的心还是在留恋世俗的家 再来看 假如你看完这一段 你说师父 我放得下名利 我也单身贵族 我没有结婚 也没有子孙 很好 接下来最难放的是功德 请看 世人都知念佛号 只是功德忘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要做功德 求功德 大功德要做 小功德 张作不知道 表现你对功德 还是有分别心 我前几天讲 你还是世俗地 功德最大的你做 功德不大的你不做 我昨天不是问过吗 做MRT 地铁的义工 跟佛教的义工 哪个功德大 就是故意考你们的 答案是 真正若生起菩提心度 一切众生的话 佛堂的功德 跟外面的功德 是一样大的 但是很多法师跟你讲说 来哦 做义工哦 佛教的功德很大嘞 你生病啊 来做义工 那讲的是方便说 是讲的世俗地 圣意地来讲 所有的功德 是平等的 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拿一朵花 来供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 跟你今天拿一碗饭 真的去喂一只狗 功德是一样的 可是呢 一般凡夫 只喜欢供佛 却不喜欢去喂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 佛的功德比狗大 这就是你的分别 所以你是功德忘不了 有些人刚开始要做大功德 越做越大 最后不是功德呢 他不做的 这个 所以他后面用了梁武帝 我们都很喜欢朝山 三步一拜 拜佛求忏悔 每天求观音 文书 普贤 地藏 我想 菩萨们真的是很忙 日日忙碌 从道场 跑进 跑出 很发心 但是你要真实地问自己 我到底为什么 真正清净的菩提心吗 还是我也希望 得到一点佛教的名利 还是我也得到一点人缘 还是我还是 贪一点功德 所以在佛庙里面 你做的呢 不见做的多 就是功德大 为什么呢 答案是 你不了解你自心 就是佛的时候 所有一切的东西啊 都是有违法 那叫福报 不叫功德 下面讲 求佛 你每天都求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伸手牌的 你有没有想过 真正做观世音菩萨的助手 牵手牵手观世音菩萨 做着助手牌的 也帮观世音菩萨 度一切的众生呢 答案是 你不知道 你自心就有佛性 所以你每天在求佛菩萨 求佛萨 其实真正要求自己啊 中国不是有句话吗 自助而后天助嘛 你自己要独立站起来 老天爷才能帮得上你啊 对不对 那这个道理从前面讲的 因缘果报 本末就近 你就可以去 所以很多人都求阿弥陀佛 可是他不知道 求自信当中 也有一个自信弥陀 很多人都求观世音菩萨 你都不知道 你心中也有个自信的 大悲观世音啊 自信的观音是最为尊贵的 那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动摇你的 你愿不愿意往内心求呢 所以他说 求佛即是求自己 试问当年梁武帝 一生功德有多少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 知道了请举手 梁武帝的故事 见达摩祖师 好像还是有人不知道 好吧 我赶快说 第一个 达摩祖师到了中国来 看到中国有大称气象 他遇到梁武帝 梁武帝听到说他是高僧 他第一句话就问 正 对不对 下令建了很多很多的寺庙 渡了很多的出家人 他的十一住食都是我供养的 请问我这身做了多少功德 答案呢 达摩祖师跟他说 你啊没有功德 他气死了 他是一个皇帝 你竟然跟他讲没有皇和功德 他没有斩他的头就不好 话铺头鸡一半句多 事实上 达摩祖师要点了 皇帝啊 你做的是福报 不是功德 福报就是呢 你做很多很多很多 帮助人 比如说捐面包啊 捐衣服 这是福报 真正的功德是什么 戒定会 你要自己修 功德 佛是没办法给你 假如我佛给你的 那观世音菩萨 这么多只手 每个人手上都放光加持 不就功德传给你了吗 现在email看到吗 一个email 秀起来 全世界都可以收到 那你想想看 观世音菩萨 他功德力不比这个更大 但问题是 功德没办法给你 我在这边 奖金的智慧跟口才 也没有办法给你 可以给你的话 下次每个人送一个 新红石的嘴 那你就会奖金了嘛 答案不是这么容易的 答案是 福报可以给你 比方说 人家供养我水果 老婆上谢谢你 我吃不下 我给你结缘 这个福报 是可以跟你分享 你会说 谢谢师父给我水果 我很欢喜 但是我不可能 把我的智慧跟界定会 给你吧 所以 梁武帝做了事 福德无边 但毫无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贪功德 所以没有功德 了解吗 好 接下来再看 请看 所以我们念佛要有用 用什么 斩断你现在的第一个 名利 儿孙 还有功德 那下手的地方 从你的烦恼跟情职下 请看幻灯片 以下的字都没有 我会把它打开来 你要抄的话 念佛 憨山大师在讲 贪的业用 在白法明文论里面 他曾相互提到说 业不重不生娑婆 爱不断不生净土 表示说我们生在 娑婆世界 五着二世 一切你的恶业是很重 才会投胎 反过来 你要断什么 断你的贪爱 贪爱 若不断的话 是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的 贪爱是生死的根 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念念要断这个生死根 好 看这里 我示范给你看 假如你念阿弥陀佛 不管你有出生 没出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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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你念头生气了 哎呀 那个朋友 放我鸽子 我真的恨他 注意看 注意听 诚心就生来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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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就消失了 这个叫断一次根 也就是说 念佛的时候 你要看到你的念头 待会我会练习 专心听 我是老师 专心听 因为时间快不够了 我的心脏又不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们要赶结韵了 阿弥陀佛 专心听 讲不完 我明天还会讲 所以 你要知道自己的念头 有时候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突然想了一个漂亮的美女 哎呀心脏 跳得很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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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 念佛 转念头 你要知道自己的念头 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很多老菩萨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眼睛一直往外看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这个才是重点 否则真的是 喊破喉咙也枉然的 念珠是不会枉生的 所以注意听 念佛是要知道 自己的念头生起 我昨天譬喻说 花 从水里面 这样生出来 有时候呢 它很强的时候 是喷出来了 你才知道 哎呀我今天发脾气了 那表示你的烦恼太出众了 可是真正念佛的人 他心很定 知道念头说 哎呦我现在知道 哎呦我要去见那个人 哎呦我又开始要发火了 我觉得跟他很没有缘了 那这时候你要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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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不要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到你的真心消失的时候 你在动 这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 突然知道开会 今天meeting 你就知道那个朋友呢 跟你就很没有缘 每次开会的时候就吵架 那你突然一下 你就说老板对不起 打个方便望迷 我肚子痛了 跑出去厕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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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念完了 你才出来 这是真的 你这样念佛才有力量 力量是什么 斩断你的根 所以烦恼 它有时候会像镜子一样 会出现 你不念着而已 它越念着越强 但是呢 有时候会像两条线 看这里 我的 你们看到的是右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烦恼生起了 但是烦恼生起的时候 专注在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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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大声念佛 完全专注 有佛力加持的时候 这个忘念 它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忘念就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忘念 本来就是了不可得的 这样就恭喜你 今天你考试一次 成功了 这叫转念头 下次过几天 我觉得念佛很好 阿弥陀佛 过了三天以后 脾气又来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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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知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时候要更用功 不要讲话 敬语 这时候知道自己的业力现成了 所以就像一个树根一样 一般人我们念佛 都是什么呢 树叶黄了 就摘掉它 这里坏掉就摘掉它 可是念佛 我刚才的方法是 拿个斧头 把那个根给砍断 这个才叫真正有力量 念佛要这么念 所以念佛 你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当妄念来的时候 不要管它 注意在佛号上 念经也可以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念普贤行愿品 好像两条铁轨一样 一个是妄念 一个是正念 然后有时候这个墙 有时候那个墙 有时候像铁轨一样 叉叉叉叉叉叉 我说对继续念 这是你真正用功的才会这样 你把它专注在 对不对 普贤行愿品的经文 你专注的时候 华言经有法的功德力跟念力 接下来那个妄念自然就会消失 所以怎么知道自己早上到下午 有没有功夫呢 就是每一个妄念的时候来的时候 你都能够转念头 而不被妄念影响 这个才叫念佛 不是像这边 口念弥陀心散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一千遍了 我跟你讲 那我放念佛机不是更好吗 好看 民国 明朝末年 憨山大师 他就是这样修的 所以他正愣言三昧 华言三昧 他也念念佛三昧 最后他就成为肉身 到中国大陆 广东南华寺 就有三位肉身菩萨 六祖慧能大师 一个憨山大师 一个听说叫无瑕禅师 这个名字我不太确定 为什么能够正入肉身呢 转一切身心 不清净成为清净 佛本身是果化的 所以身体是不净的 是无常的 他透过大悲愿力 跟修持的功德力 让你证明 佛法是真的有用的 所以台湾也有五位 肉身菩萨 希望新加坡出一位吧 出两位吧 各位加油 真正 如果新加坡所有的联友里面 有一个人正到出地欢喜地 所有人都可以度到净土 往生成佛的 好 所以现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 讲念佛 观想 持明 跟唯心 重点是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以及进一步转换变佛的功德 好 现在下面看 佛在开悟之前 这是在菩提加也 他也重视禅修 所以 止观的重要 是非常重要 我们凡夫的心 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把幻灯片打开来 因为有些人联友要抄 这是讲义上没有 第一个 心的力量 是真的很大的 The power of the internal mind is extremely strong 我们在娑婆世界 为什么说好修行 是因为你的心很大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政府动一个念头 要建MRT 你看 捷运就建成了 要建赌场 不就也建成了吗 对不对 可见赌场 或是这些建筑 或是两棵榴莲 你们的这个聚会馆 从哪里来 从人的心的力量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其实力量是非常大 但是若我们没有学习佛法 我们的心都是往不好的地方跑 都是贪嗔痴的烦恼很多 都是嫉妒 闹情绪 然后闹脾气 讲是非 我们的心都浪费在这里 还有呢 老菩萨之间呢 最喜欢讲八卦 或讲是非 呱啦呱啦讲 讲完以后就很累了 所以我们的心 其实力量很大 但是我们用错了地方 反过来讲 假如我们的心 好好训练的话 它有很强的力量 你念佛的时候啊 你观想是佛的时候 你虽然看不到 但是整个佛堂 都是阿弥陀佛的 是真的 第二个 待会我会讲一个 Cow Meditation 是我西藏上师的故事 第三个 待会我们要练习 看自己现前的念头 你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你才知道念佛从哪里下手 watching your present mind No matter good or bad 就是不管这个念头 是好跟不好 那你要看着它的念头 第四个 就是你训练 看完念头的时候 看我最强的执着是什么 watching your most strong attachment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先讲牛的禅修故事 再待会一起练念头 然后今天就结束 好不好 我已经看到很多人 做的是这样子的了 好 先看 这是我一位西藏仁波切讲的故事 西藏有一个人 他是放牛的 每一天他都就是喂着牛 好 在牛篮里 赶着他出去 然后去牧牛 喂他吃草 赶着他回来 关掉 睡觉 他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 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一个 Mahasiddha Mahasiddha就是一个大政务的人 他突然跟他说 哎哟 我看到你很高兴 我每天坐在放牛 我觉得 真的很无聊 我觉得生活很没有乐趣 我可以不跟你一起修行啊 他说好啊 我教你啊 然后呢 他就 不做放牛的工作 然后他就跟着师父 住在山洞里 开始修行 可是 因为他平常放牛习惯了跑来跑去 他根本坐不住 他一坐完呢 他就想到 哦 然后就想到这个牛呢 我现在带他出去了 然后呢 就放草了 然后就吃完了 夕阳下了呢 又回来了 就这样 他满脑都是做出牛 这也是牛 那也是牛 睡觉也是牛 这也是牛 还有一个人说 师父啊 我大概没有上根 我看我回去好了 我真的没办法修行啊 我没办法像你这样子 做了这么久啊 我做一个 我满脑都是牛 那师父说 你喜欢牛是吗 他说是啊 那我教你啊 Cull Meditation 牛的禅修好吗 他说哎哟 牛还可以禅修的啊 他说没错 我教你 来 我教你一个 你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你就坐在这边 有两个重点 注意听 待会你要做 第一个背要挺直 不要用力 背要挺直 第二 手放松 这样叠起来 他就说 你把背挺直 手放松 然后你就看你的念头 你想 你从早到晚在做牛 你就想 我现在 呃 带一群的牛 出了篮子了 往山上走了 看到绿油油的草 他们在吃 哎呦很微笑 吃完了以后 我睡个午觉 下午他们又吃草 夕阳要西夏的时候 我又赶他们回来 然后呢 这个 又他进了笼子里了 然后篮子里 然后我睡着了 但是他说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非常的清楚 不可以呢 就想一想就这样睡着了 或是呢 想一想就跑到别的念头呢 再回来 那因为他放牛呢 放了十几二十年 这对他非常熟悉啊 所以啊 他就开始想牛 每天都想一遍 而且对他来想 想一遍 因为想了 想想想想 完了他的心 就定下来了 哇 他非常非常的欢喜 他从来没有这么喜悦 他从来没有这样 看到了自己的念头 因为以前他养牛的时候 都是往外看 他今天呢 坐在那里 不动 一坐可以坐 一整天 他心非常的宁静跟喜悦 这是他从来没有的经验 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跑去找师傅 师傅啊 我非常非常高兴 他说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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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他就说 你继续回去修吧 对不对 修一修以后呢 他又开始呢 觉得很无聊了 又开始昏城了 他又觉得呢 哎呀 很麻烦 第三次他又跑出去问师傅 师傅啊 我一想一想 这些我都很熟啦 那怎么办 对不对 你有没有新的方法教我呢 那他就问他 请问你放牛 牛这么多的部分 你最喜欢什么东西 他说我喜欢牛角 那个角 非常的漂亮 他说好 今天教你牛角的禅修 你现在回去就观想 你自己就是牛 然后呢 当然牛呢 不会是这样盘腿的嘛 对不对 他说你观想自己就是牛 嘴巴就这么 哇哦 然后这样吃吵 然后你过观想 我有个漂亮的角 这样子 心不要散乱 你就每天想这桩事 结果他突然想 哎呀我太喜欢牛角了 就是每天这样子 咻咻咻咻咻 他突然又觉得心很宁静 很宁静很喜悦 结果有一天呢 他就打坐 坐得很好 突然觉得口渴 他想要去外面湿热 那因为他打坐的地方 山洞很小 他就突然想起来 这样一动 哎呦撞到了东西 他想什么东西啊 他就说什么东西呢 然后他就这样出去以后 然后他要喝水 一看 哎呀我头上有两个牛角啊 这时候他吓一跳 赶快跑去找师傅 师傅师傅啊 怎么我好奇怪 我是不是修错了呢 哎我告诉你啊 我是不是修错了方法 对不对 我怎么头上长两个牛角啊 那我根本不像人啊 他就开始哭了 师傅说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 没关系 take it easy 那你不喜欢角 是不是 好我现在又告诉你 你再回去修 第三桩 想我自己 不是牛 转变为原来的人 然后我是一尊佛 那个呢 牛角就不见了 他说真的吗 他说是 因为他前两次修得很好 所以他现在就很相信师傅的话 他再回去修 他就想 我不是牛 我是人 他就看着自己念头 然后慢慢心很清静的时候 他就想 我是一尊佛 这样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就摸摸这个头 哎 牛角不见了 最后呢 他就跑去找师傅 师傅说很好 继续修 最后他就成为一位牛角 他是看牛的 我们讲牛仔吧 西藏牛仔好了 他最后成为一个西藏 了不起的这个 Mahasiddha 是开悟的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可以告诉你 Call Meditation 就是讯息你最习惯的东西 去看你的念头 他第一个阶段 他因为呢 做不下 所以师傅讲他 你最喜欢什么 因为你最喜欢牛 你就坐在那边 想牛的过程 所以他想得很熟悉 知道吗 表示禅观 你是要常常练习的 重点是很清楚 不要散乱 所以什么叫做禅修 就是你的念头很清楚 不散乱就是禅 我再讲一遍 什么叫禅修 就是你的念头很清楚 不散乱就是禅 坐着也可以修禅 搭捷运也可以修禅 开车很清楚 也可以修禅 禅不一定执着说 我一定要盘着腿 像佛一样脚盘起来 第二个 当他在修的时候 过程当中 对不对 因为他很熟悉了 所以过一阵子呢 他就觉得很无聊了 心又开始散乱 他的老师 第二个问题就问他 你最喜欢什么 他喜欢牛角 所以他选他最喜欢的东西 作为禅修 所以他就很专心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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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头上真的长出牛角了 所以可见 心的力量真的很大 所以你想鬼 真的就会变成鬼 想人就变人 想菩萨就变菩萨 想佛一定成佛 所以各位不要看鬼电影 这是真的 你现在看鬼啊 电影啊 你觉得很好玩 很刺激 当你一断气的时候 你这样 嘿嘿嘿 我来了 老公 对 就是由你心血线的 这是真的 第三个 因为他觉得牛角很丑 他想我是人啊 他又不喜欢了 那佛就 他就跟老师跟他讲 好 那你就想回你原来的人 然后呢 你的牛角就不见了 然后他又想自己是佛 所以他最后证悟了 所以可见 看自己的念头 是很重要的 好 来 全部做好 训练一分钟 手你可以这样摆 看这里 可以这样摆 也可以放在膝盖上 不要这样摆 这样摆是印度教的 到时候最后你变成 嘿嘿嘿 I'm Siva God Coming 变Siva神了 不是 可以这样摆 或两个平方 放在你的膝盖上 重点是一 背要挺直 为什么背要挺直 注意听 以禅修跟气埋来讲 背挺直 你的气才会进入中脉 而早日开悟 这是他的原因 第二手放松 不要这样用力 你不要这样 这样子 好 就这样子 好 录影可以继续录 头摆正 不要弯腰的 好 眼睛呢 先不要完全避开 是半开的 像菩萨 此眼视众生 避开是另外一个方法 以后再教 然后你现在看你的念头 不管那个念头是什么 手机请把它关掉 不要影响别人禅修 不差这几分钟 阿弥陀佛现在也不会打电话来 我确定 因为你在禅修 手放松 放下去 不要提起来 就放在 好 现在开始 不要讲话 看自己的念头 不管它是好跟不好 就看着你的念头 待会儿我会敲影镜 眼睛不要完全闭 半开的 放松就好 好 大家重新听着 好 每次都要打电话 把故事都上开的 何事都要打电话 好 大家重新听着 做得很好 有沒有覺得看到了自己的念頭了呢 心有沒有比較近一點呢 還是看到我的念頭 現在已經跳上MRT第一名了呢 地鐵 對不起 臺灣叫MRT 所以現在 今天回家的功課 待會去做的時候 不管站的也可以 坐的也可以 坐的你可能比較舒服 看自己的念頭 這樣子 不管是好的念頭 壞的念頭 就看著它 注意聽 看念頭的時候不要跟它跑 比如說念頭 看 你就跟它跑 跑掉了 你就煩惱升起了 訓練的看念頭就這樣子 清清楚楚 它走了就走 來了就是來 第二個 念頭不要掉 不要掉是什麼 看這裡 比一個例子 我現在看花 看這裡 注意聽喔 這段很重要 什麼叫做你的念頭掉了 Your mind is lost 就是我看這個花 眼睛看 對不對 我突然想 哎呀 我好想吃榴槤啊 表示說 你眼睛雖然看花 可是你的心想什麼 榴槤 這叫你的心跑掉了 知道嗎 我看這個花 哎呀 臭豆腐真好吃啊 你的心跑到臭豆腐去了 假如你眼睛看著花 你的心就在花的時候 這兩個的時候 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心就會很近 表示你的念頭很清楚 表示你的念頭沒有跑掉 因為講 You are not lost in the ocean 你沒有在大海裡面掉了 這個才叫看到了自己的念頭 了解嗎 這是很重要 好 那明天就會用看這個念頭 教你怎麼樣 念頭看清楚後 觀想阿彌陀佛在前面 你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放金色的光照著你 因為你看到自己的念頭 所以你的念頭比以前更強 剛才說 call meditation 牛的禪修 當你想佛的時候 聽好 佛立刻就現場在你面前 雖然你沒有看到 它真的阿彌陀佛就來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